Hello 我是Fayona 现在流行什么呢 Hello 我是教大家如何50岁活成30岁样子的Fayona 今天我带大家来到彰化的十八豆仔咖啡馆 我们要来品一下咖啡 那等一下大家就跟着我一起进来看看吧 我们先欢迎十八豆仔的老板阿正 大家好 我是阿正 那阿正这边主要是咖啡的烘焙嘛 对 然后当然也有现场可以品咖啡 那等一下我们有一些就是可能我们很好奇的有关咖啡的问题 再来问一下阿正喔 好 没问题 首先我要先问阿正 第一个我们都很好奇的问题 就是我们知道咖啡它有很多的种类 然后有很多不同的风味 那比如说可能喜欢有人喜欢果香的 有人喜欢花香的 或者是什么巧克力口味的 那我们到底哪些咖啡豆 它可能是带什么样的一个风味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可以阿 没问题 现在喝手冲大中喜欢的大概是伊索比亚 伊索比亚 伊索比亚大概又分水洗跟日晒两种处理法 是 水洗普遍会有花香调 柠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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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日晒可能是发酵的水果味 哦 所以它们两种其实喝起来的风味还是不大一样 对 尽管是同一个产区 处理法不一样就会有不同风味 是 另外大概就是中美洲吧 如果喜欢喝甜感 醇厚度 中美洲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中南美洲会有一些坚果奶油巧克力 是 所以如果喜欢坚果奶油的 就选中美洲的 对 厚实 醇厚 甜感这样 OK 那还有一个就是亚洲豆吧 亚洲的风味大概就是有一点线草 甘草味 有点熟悉的根莖类 植物类的味道 哦 是 传统的曼特尼大概就是这个代表 嗯 OK 所以大众普遍像这三种风味 可以取向吗 对 就是如果以年代的跨度来看的话 大概是这三种类别 好 那等一下我们是不是先来试一下 这些 你刚介绍的这些咖啡豆 它喝起来的这个口感 对 我们就实际来操作一下 好 我们先来秤个豆子 好 一般我们大概会用两汤匙来充240克的重量 水分比大概抓一笔食物 研磨之前会噴一下神秘喷雾 这个神秘喷雾是什么 好喝的秘密 好喝的秘密 不能告诉别人是不是 有在贩售一瓶一百 真的有 真的有在卖哦 这是水啦 就是喷水除静电 对 磨豆子的时候喷水 我们可以想像冬天 对 头发是不是会被毛衣系在一起 就是太干燥了 静电吧 对静电 所以我们喷一点水消除它的静电 它就不会残留在磨豆机的里面 哦 原来就是我第一次听到耶 学到了 那我们喷完水之后 就可以把豆子丢进磨豆机让它淹没了 OK 所以你是转到4.5 对 当然我们会磨到粗砂糖的颗粒 对 磨碳系的话 有一些比较细致的小分子的香气可能会被盖掉 对 磨碳系会变比较厚重 比较沉 是 那磨碗之后跟刚刚的咖啡豆闻起来 可能味道又有一些不太一样 我闻一下 我觉得好像那个咖啡的香味更明显 更明显了 对更明显 对对对对 就是比较上氧的香气 是 那我们就开始来冲煮 那把刚刚的咖啡粉先倒进来 好 然后 我们这个水温大概几度 大概用94度 94度 淺焙咖啡需要比较高的水温来萃取 好 对 开始倒水 30秒吗 对 闷蒸 把粉浸润沾丝 然后让它排气一下 OK 那传统的时间大概会坐落在30秒左右 这个又跟咖啡的新鲜度有关系 OK 对 越新鲜的话 越需要排气 时间越久 OK 如果已经存放了一阵子的豆子 其实我们去绣纹 这样纹它有一个香味飘出来 它其实就不用等 我们就开始给水 好 是可能会需要倒到一个水量 让它可以正常的有抬升一个液面 然后形成一个过滤层 然后水消了一点点 我们在中间定点给水就可以了 好 那如果不断水 维持小水柱注水也是蛮不错的方法 对 就是手会比较酸 但相对稳定 所以我们等一下水大概要注到多少 我们需要240的液量 但是粉会吸水两倍 所以我们要先加两倍的粉吸水的水量 所以大概算270左右 大概到270 对 那为什么有些人啊 就是这个绿子的部分啊 他会先一开始先把它稍微湿润一下 这个 我倾向于不沾湿绿子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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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滤子有帮助它毛细现象 像荷叶上面会有水株 对 如果先沾湿 它水一开始在焖蒸净润的时候 会比较容易下辣 焖蒸的时间会缩短 哦 我们注水一量已经达到我们要的重量 那这时候就等它整个流完就可以了 好 嗯 创煮过程还是可以去嗅闻它的味道 就是它的蒸汽 它散发出来的味道 其实每个阶段都不太一样 有一个说法就是 当你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 你给水或停止萃取 它就会保留住这个时候的风味 哦 一开始有点花香掉 柠檬柑橘出来 中间可能会转成一个奶油香料之类的 对 所以如果我喜欢花香掉 我可能前面就是比较早就要拿起来了 对 就是给水很快 然后速度尽量快大碎 所以可以 就是说 自己豆子买回去之后可以先试 对 多试几次 喜欢比较坚果可可 可能后段会比较容易呈现 比较明显就对了 好 那我们重煮就完成了 好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 以索比亚水洗 对 好 当春晚温度很烫 我们可能可以先秀闻一下它的香气 对 它飘散出一个小分子清香 有点像野浆花花香掉 对 你一直仔细闻的时候会闻到一股清香 夹杂一点香料味 带一点花香 有点很像柚子皮 柠檬皮的味道 好 我们就小口的 先喝一口 喝一口 它比较不会有酸味 对 对 大家会有个迷思 是浅焙咖啡会带酸 嗯 但是我觉得冲鼠如果平衡的话 酸跟甜平衡 还有带一点苦 对 就不会觉得酸 其实它刚开始喝的时候是有点苦 可是后来是回甘的感觉 对 回甘代替 对 所以它是干不是苦 对 咦 一点点酸味出来了 一点点 慢慢出来 对 刚开始没有 现在有一点点酸味 酸又生津带甜 回甘 所以每一个 就是我随着它这个时间拉长 我每次都可以喝到不一样的这种口感 每一口都不太一样 对 每一口都不太一样 那我们等一下不是要试好几种咖啡吗 那一般我们可能就要先漱口一下 可能用水漱口 那 老师你的建议呢 用水的话我觉得不太容易洗漱味觉 对 就是 有个好朋友他曾经讲说用台啤漱口 台啤是个很好的方法 可是那要刚好有啤酒啊 那如果我没有啤酒 我可以用什么代替呢 就是 我们可以用一种交叉比对的方式 对 很像在做实验耶 老师什么交叉比对 就是我们可以找一个另外一个产区 就是它的味蕾不重叠 来当一个校正 不一样的产区的咖啡 对 就是说我们等一下喝一个日晒的椰架 那这个是水洗椰架 它其实很多味蕾是重叠的 对 那我们就先喝一个中南美洲的来洗漱味觉 好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方法 好 大家学起来了没有 接下来来重煮第二个中南美洲 对 然后我选一个日晒的瓜地马拉 所以可以把我们刚刚那个味道平衡掉就对了 嗯 因为 伊索比亚跟瓜地马拉它的味觉 它呈现的风味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它们有点像互鼓 对 不会互相抢味道 好 所以这个是植物跟精的那个味道 对不对 中南美洲烘浅焙 然后它会带一点草本味 嗯 有有有 就是你把它很仔细的闻 就闻到那个草的味道 对 但如果它能够保留 喝起来有甜感 我觉得这样也蛮不错的 嗯 好 再绣闻一下 嗯 不一样耶 对 跟刚刚刚闻的那个会比较重的味道 这个感觉就比较清淡一点了 对 因为不同的容器会影响气味分子的分布 我们闻到的感受会不太一样 是 了解 我们就稍微喝一小口 先喝一小口 感受一下中南美洲的味道 好 它明显就是比刚刚那个味道还要重一点 比较重一点 对 果然有那个南美洲的人 那个热情奔放的感觉 喝起来它不是花香调 不是水果 这个什么调啊 比较柔和 像奶油坚果类 对 对 因为没有没有喝到 或者闻到那种花香的感觉 然后口感它是比较滑润 黏稠 嗯 就是感觉如果跟低杯比起来 它是比较重一点 对 嗯 就我用一个比喻来形容 大概就是喝 矿泉水跟喝酥泡的感觉 哦 所以这个是酥泡的对 这是酥泡 那个口感 是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那个 味觉校正嘛 对 所以我们要校正的话是什么时候做校正呢 哦 我们现在就在做校正了 然后我们喝完这个可以先放着 对 我们用不同的杯子 对 然后来秀我们它的风味 这是我们刚刚第一杯嘛 对 伊索比亚那一个 对 我们用艾索杯 然后稍微搖晃一下 诶 我觉得它的那个花香好像更明显 更明显 对 对 因为不同的杯子造型啊 它会影响味觉的分布 是 对 气味分子它可能会慢慢堆叠 尤其是花香掉 嗯 或一些水果味 那为什么不是用我们刚刚那一个杯子 原本的这个杯子啊 原本刚刚的陶杯嘛 对 这个杯子比较浅 比较窄 比较宽 对 然后香气的分子 随着热 它会一直蒸散掉 对 对 所以它比较闻不到那个味道就对了 它挥发的会比较多 对 就是小分子花香掉水果掉 它容易随着热 蒸散掉了 所以就是用这种窄口的 对 窄口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闻那个咖啡的风味 就是尽量用这种杯子是比较闻得出来 对 哦 稍微摇晃一下 有差耶 傾斜 锈纹 就是随着不同角度会闻到不同的味道 嗯 没错 我这样闻跟这样闻 其实是有差的 对 有差异的 嗯 我觉得有一个角度特别的明显 明显 嗯 所以现在再来喝的话会喝到不一样的口感风味吗 应该会加分 哦 应该会加分 所以这个品咖啡还要准备不同的杯子 很重要 对不对 因为一般我们就可能一个咖啡杯在那里 就是从头喝到尾 对 但事实上如果说我们想要慢慢去品尝它的这个口感风味 其实可以换一换不一样的杯子去试它 对 第三个豆子我们来试一下伊索比亚的艳阳日晒 嗯 也是伊索比亚的 对 刚刚喝水洗是比较经典传统的味道 嗯 比较细致 所以它这个风味会比较偏向哪一种 哦 它就是比较过度发酵 产生有类似一点酒的味道了 哦 有酒味的哦 手厚的水果 好 大家都喜欢 好 对 那我们试第三杯之前要做味觉矫正的呢 对对对 我们用刚刚的第二杯一样来味觉矫正一下 好 一样是奶油坚果调 对 那我们接着来品尝第三个艳阳日晒 嗯 我们首先拿起来稍微摇晃一下 跟喝红酒一样 对 让它有点醒酒的意思 哇 秀文它的味道 是不是很特别 对啊 这个味道 很像那个 那个发酵的味道啦 对 对 水果发酵之后 对很明显 有点淡淡的酒的香味 嗯 还有像果皮精油橙 有点精油的气味 嗯 可能有点像荔枝皮啊 嗯 白香果皮 比较中度发酵的味道 我们就品尝看看 诶 我觉得它其实喝起来反而水果味很明显 很丰富的水果味 对 对 闻起来有点淡淡酒味 喝下去是满满的水果 对 就是水果味道很明显 接着第四种 我们来品尝一下很经典传统的曼特尼 嗯 常常听到 但我们是烘比较浅一点的 OK 那我们来品尝一下曼特尼 浅黑 第四杯 对 比较浅一点的曼特尼 所以这杯需要再做味觉矫正吗 哦 因为曼特尼它风味本身非常的强烈 哦 所以我们不太需要在里面 所以不需要了 对 闻起来有点熟悉的中药味 中药味吗 我倒是还没有闻到 甘草的味道 中药材 根冰 有后面 对 有闻到一些草本的味道 跟刚刚的瓜地麻辣有点像 嗯 我喝看看 诶 第一口喝下去就有一点点在喝中药的感觉 有一点点像哦 就是咖啡家中药的那个味道 所以它味道相对的会比较浓一点 对相对比较浓 对 没错 因为曼特尼也是很多人喜欢要喝 对 传统后食然后尾韵后韵持久回甘墙 对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十八豆仔的阿正 帮我们介绍很多不同风味的咖啡哦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去挑选你喜欢的豆子 那当然这边也有这个烘焙豆子吗 你喜欢什么样的口感都可以来找我们的阿正 阿正这边也可以做一些指导对不对 就是说如果你冲泡咖啡啊 哪边可能有一些问题都可以请教你对不对 OK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